國外風雲帶您掌握立法院的第一手消息 那麼今天在立法院的焦點有哪些呢 首先我們要帶您關注到的是 這個令人痛心的虐童案件 一歲多的男童凱凱呢 疑似遭到保姆虐待自死的案件 那麼現在當然各界都很關心了 尤其呢是行政院長陳建仁 昨天在院會的時候呢 也首度的公開來道歉 那麼希望能夠補足著社會的安全網 結果昨天跑到院會去請命的台北市長蔣萬安 卻說沒有聽到這樣子的道歉 所以現在大家都認為 難道現在已經變成中央跟地方的攻防站了嗎 尤其現在這個重大的兒虐會議 到底要不要開外界都很關心 今天陳建仁再度針對兒虐案 有最新的說明 一起來聽聽看 以及房市的頻率和房市的內容怎麼樣改進 最後呢就是不幸事件發生的是通報 還有開會的情況 我想都有很多關鍵點 需要我們大家一起來改進 我們中央跟地方一起來努力 那我在昨天的院會當中呢 也指示呢 這個衛福部呢 應該要儘快的對於兒童及少年權益保護法 應該要做進一步的這個修正 我希望他們能夠在最早最短的時間內就能夠修正 我昨天也請了林萬一政委 對於整個的這個出手養制度的檢討 務必要在一個月內完成相關的檢討 那所有的標準作業流程都應該進行 更重要的我再次強調 中央跟地方一定要攜手合作 整隊內同案件 那麼陳建仁再次說明 這應該是中央跟地方一起來檢討 並且承諾在一個月內就要檢討出這出養的制度 就是希望不要再有下一個小朋友流淚 下一個悲劇發生 只不過在立法院今天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跟你我息息相關的民生議題 那就是四月份到底要不要漲電價呢 其實這個風聲已經起來很久了 只不過這個四月份才要召開電價審議委員會 外界都很擔心這一次電價是不是漲定了 尤其是央行前一天又示警了 現在如果要來調漲電價恐怕通膨就會發生 因為預期性的通膨才是最可怕的難題 今天這經濟部長王美華也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怎麼回應呢 一起來聽聽看 第一個電價的部分 我想我們還是第一個趕快來跟行政院確認 院裡面可以補助的金額 作為電價審議的基礎 相關在電價審議的時候 包括台電穩健的經營 包括民生的各項考慮 那電價審議會這邊其實有專家 有工商團體等等 那他們會慎重來審議 可以聽到這個王美華是強調了 雖然要到四月的電價審議委員會 才會有最終的拍板 不過他相信這些專家委員們 都會採納各界的建議 不過他也要趕快來跟行政院 確認這個補貼的金額到底是多少 因為這也可能影響到這電價的調幅 那麼再來帶您關注到立法院的另外一個重點 那麼今天的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在立法院的院會裡了 那麼今天由立法院長韓國瑜 以及立法院的副院長張啟成共同來提案的 包括了高鐵環台 以及接下來國六是不是要東延到花蓮的提案 今天也在立法院備受關注 因為今天就要到了院會 希望通過一讀來復位 國民黨一大早祭出了賈吉東元 以及黨團大會來應戰 那麼民進黨當然他們今天會不會有攻勢 就是國民黨他們最擔心的 不過當然了 今天立法院長韓國瑜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是怎麼回應的 一起來聽聽看 院長 您跟副院長 今天共同提案的案子被柯總召說是違憲 您認為有這個疑慮嗎 謝謝大家 會撤遷嗎 是不是有違反意識中立的疑慮 可以看到韓國瑜 提到問題的時候還認真的聽了一下 不過最後就以謝謝來回應 因為現在民進黨團總召科建民都認為了 這個院長跟副院長應該維持行政中立 不應該來提案 但是國民黨卻堅持他們認為 這早有潛力根本不是什麼特例 也沒有違憲的問題 也因此今天在立法院的院會 將會來做攻防 以上是國會現場的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